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 妹妹被人一把拉了下去 回到军舰 看着妹妹的衣袖痛恨不已 必要回去找妹妹 这时 爸爸对秀德说 我去找妹妹 如果我没有回来 你就是家长 你要撑起这个家 照顾好弟弟妹妹 说完 爸爸便离开了 看着爸爸的离开 内心无比的愧疚 秀德跟着妈妈来到了姑妈家 之后的十几年 秀德肩负着这个家 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支柱 秀德弟弟不忘大哥的艰辛考上了一所好的大学 可家里贫困 秀德不得不去参加矿工多挣点钱给弟弟上学 他们一行人面试合格来到了矿洞干活 秀德一次意外 受伤被送去了医院 在医院并结识了一位韩国的妹子美珍 就这样因祸得福 没过多久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秀德遇到了矿难 差一点没能回家 在工友们的努力下救出了秀德 签证到期 挣了好多钱的秀德带着美珍回国并结婚 幸福美满的生活 转眼几年 阿妹也老大不小了 谈了一个不错的男孩子 对方要求阿妹陪嫁妆 秀德紧记父亲的话 自己是这个家的家长 又一次为了严阿妹的梦出远门挣钱 这次秀德要去越南战场挣点枪口上的钱 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 执意要去 也许这就是诺言 来到越南战场几次差点丧命 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一次救一个女孩时腿部中了一枪 导致残疾 退伍回国 妹妹结婚当天 哥哥牵着手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秀德作为一个家长 所剩的心愿就是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和妹妹 此时 电视台搞了一档选人节目 秀德并报名参加了 没过多久 真的有一个老者来电 秀德兴奋不已 可老者描述的与当时不复 失望而归 没过几天 电视台又有电话 是一个美国女士的来电 秀德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不过秀德还是坐在电视前 与那位女士连线 互相诉说往事 女士告诉秀德 军舰上与哥哥走散的事情 听了女士的讲述 秀德已泣不成声 为了进一步确定 秀德问女士 耳朵后面是不是有个黑质 当女士转过头去 秀德被眼前的一幕感动的哭泣 就像做梦一样 妹妹找到了 就剩下父亲至今下落不明 几十年过去了 秀德依然没有父亲的音讯 每当想起父亲 就盯着照片哭泣 愧疚 半个世纪的诺言 秀德把父亲的话 一直挂在心间 让弟弟妹妹都过上了好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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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ge 感谢观看